大馬路上紅燈轉成綠燈 車子紛紛往前開 但馬路上這輛銀色轎車 卻移動也不動 其他用路人只好閃過它 上班尖峰時間 車輛停在路中央 到底是故障拋錨 還是駕駛不舒服 原警和小訪員 獲報趕到現場 一度以為駕駛昏迷 後來才判定應該是睡著了 就是怎麼叫都叫不醒 只好使出這招 萌莉搖晃加上拍打車窗 駕駛終於醒了 車子起火 你還低檔 先打低檔 先洗火 你下來 車門一打開 就聞到濃濃酒味 駕駛似乎還沒醒 原來一號早上八點多 就用東岸商場旁的人一路上 二十七歲的松心男子喝酒喝到清晨 原本想要開車回家 卻在途中不生酒粒當場睡著 二十多歲松心男子在市區喝酒後駕車回家 在等一天的紅綠燈時昏睡在車上 腳還踩著煞車 打著低檔 經警方後報到場 酒測值為0.66 訓閉後依公共危險移送 機容遞檢 酒駕又睡著真的很危險 還好駕駛沒有踩到油門 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男子被叫醒 最後被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